大家好,我是别远 看新闻 说是最近有很多人回归 除了特朗普还有李子柒 据说还有一个越南的道派李子柒 他也回归了 那我干脆也回归吧 又断更了两天 我来凑合这呢 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 就是聊过李子柒 我说李子柒的视频 不是真实的中国农村 好像就表达了这么个意思 我说他拍的视频不是真实的农村 然后不少李子柒的粉丝 跑过来骂我 我那个视频也是拉黑了不少人 其实我曾经也是李子柒的粉丝 16年我就知道他了 我还买过他的螺蛳粉 有人想知道味道怎么样吗 后边说 你看1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快十年了多 时光荏苒 岁月如所 你看一晃我都俩孩子了 说真的 我以前是真挺喜欢他的 是吧 谁曾经不是一个空虚的光棍呢 夜深人静 辗转难眠的时候 只要我拿起手机 我看上一段李子柒的视频 保证今天晚上我一定失眠 是吧 不失眠不行 是吧 那样的生活 太让人喜欢 太让人向往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希望李子柒的粉丝们 不要骂我 我跟你们 有一样的心漏历程 我们都是曾经被他治愈过的病人 但是我现在已经好了 不知道各位病友现在怎么样 是吧 情况稳定 好了 废话少说 今天我不是来吐槽李子柒的 他本人没什么好吐槽的 你看大家都是来上网混饭吃的 其实我挺理解他 你看我们上网拍视频 就是混口饭吃 他一不小心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我是把一不小心成了反贼 都是有意外收获 当然最近没有人说我反贼了 因为我成熟了 自从他意外当了中国文化代言人之后 我看新闻报道 好像就再也没有人讨论他的视频内容了 都是在说这是我们的骄傲 你看四川人说这是我们四川人的骄傲 绵羊人说这是我们绵羊的骄傲 不知道绵羊就是四川的 你看他们同一个省还分这么亲 在国外大家又一口同声说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反正各种骄傲真给我看吐了 我就不理解这帮人这么缺骄傲 是吧 骄傲多少钱一斤 买不起吗 还怎么着 天天是把在人李子柒身上找补 李子柒的视频说实话 就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抖音短视频 大号的抖音短视频 你看里边所有的活物 包括那条狗都是老演员的 你那里边的什么农村的生活 你骗城里人可以 但是像我这种真正在农村生活过的 在农村长大的人 一言假 我觉得就是当个热闹看就行了 千万别当真 谁当真谁傻逼 说了大家可能不信 李子柒是在国外先火的 国外媒体报道之后 国内才彻底火的 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就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讨论他的视频本身了 都在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你包括他这个付出 网上还是这个论调 所以我甚至有一点同情李子柒了 注意我指的 这里指的不是李子柒本人 我指的是李子柒这个符号 一个多好的IP 就这样被人拎出来当夜狐用的 我觉得挺可惜的 对他本人来说是好事 是吧 终于改善生活了 我知道我说这个话 很多人不同意 你看首先李子柒是中国人 其次他在视频里 所有的道具都是中国的 服装 包括那些场景的搭建的 那些建筑 周边的环境都是中国的 现在他的视频火了 这不就证明中国文化火了吗 先不要着急 我举个例子 我在网上也经常刷到一些 外国博主的生活视频 也是在大山深处 也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 在那些天寒地冻的山里 或者雪地上草原上 生活很辛苦 生活很努力 怎么说呢 很励志 感觉不容易 一个人 或者在那种环境底下 改房子 修路 我觉得很不容易 拍的也挺正式 画面也没有什么搞特效 而且也拍的非常美 像童话故事一样 那么在草地上 在雪地上 什么烹饪美食 那些视频颜色 绿的红的 也都是饱和度拉到最高 李子柒视频就是这样 饱和度很高 这种视频之前在中国也非常火 我有段时间经常看 看他们在小木屋里边 烹饪食物 看他们在那修路什么的 我觉得很至于 但是奇怪的是 也都是中国观众 但是底下的评论 没有一个人说 这是什么北欧文化 或者说这是北美文化 因为那些视频好像拍摄地 都是在那些地方 很冷的地方 也没有人说 这是外国人的真实生活 都知道这个是假的 我相信就算是北欧 或者北美的他们本地人 也不是认为说 这些视频就代表了 他们当地的文化 那么为什么 李子柒的视频也是假的 却有那么多中国人 就是说他代表中国文化呢 我很奇怪 其实不仅是我 就是我不认同 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还有国家有关部门 李子柒视频刚火的时候 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都不在乎 因为当时抖音上有很多 就是类似他这样的博主 包括现在也是 你们去YouTube上看 也有很多这样类似的视频 当时这样的博主 有一个统称叫三冬博主 都是拍农村题材的生活视频 李子柒只是其中一个 后来他越来越火之后 就是国外不断有媒体报道 突然网上就形成了一股民意 民间先给李子柒定性了 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说他在宣传中国文化 官方这才开始给他安排各种活动 然后接着各种铺天改地的表扬 这是我们的骄傲 这是我们的文化大使什么的 不知道还以为他 是不是打败了八国联军呢 真的 我今天这个视频要是放在国内 要被骂死 在这里虽然也会被骂 但是应该会骂得轻一些 在我眼里 李子柒压根就不是什么中国文化的代言人 他那些绿性辣漫 什么高饱和度的一眼假的视频 根本就不配代表中国文化 因为他是假的 但是架不住 有一帮没文化 没生活 一天到晚精神空虚的人 给他捧臭脚 外国人是把一个新闻报道 他们就集体高潮了 你看现在抖音上有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在抖音拍视频 跨中国怎么这么好 什么地铁好 什么高铁好 什么吃的好 各种好 每一个都是播放量很高 这些洋人在他们本国 可能就是最低层的垃圾 但是来中国之后 只要你夸中国 马上就成为大规 几百万粉丝 挣不完的钱 没办法 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没有站起来 他们嘴上说站起来 其实还能蹲在地上 所以才会那么敏感 别人一夸就高潮 别人一骂我就要出征 听不尽一点反对意见 李子柒的视频说不好听的 现在都快变成一个政治符号了 但是我敢肯定 这不是李子柒本人的意思 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过 就是成为什么中国文化代言人 他就是来挣钱的 跟我一样 在我眼里 他始终都是那个敢打敢拼的 敢于露脸拍视频的四川农村女孩 虽然都说他的螺丝味不好吃 是割韭菜 但我还是买了 果然不好吃 你看这才是珍爱 朋友们 那些连他螺丝粉都不买的人 他们才是黑粉 是吧 他们都是假粉 是吧 也没资格骂我 好了 今天我也是瞎聊 我没别的意思 我对他本人没别的意思 没有任何恶意 好了 今天就聊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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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